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JID 还有CKBIT 这样三个投出权限 听起来一头雾水 这三个权限确实也是人当中 权限当中不太好理解的一个东西 我们接下来先来看看SUID是一个什么作用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功能 这些功能我先念一遍 或者说我先说一遍 我们待会一步一步来解释 其实念一遍可能大家还是一头雾水 我们先看看有个初步印象 那么SUID它又这样起了要求或者是功能 首先必须是能够执行的二进制程序 才可以设定SUID权限 普通文件或者说普通的目录是不能设SUID 并不是说它设了会报错 你要非要设是可以设定的 但是没有任何意义 它只能给可以执行的二进制程序 或者说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它必须给能够执行的可执行文件 才可以赋予SUID权限 这是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是 执行这个命令的人 执行这个可执行程序的人 或者说命令的人 他必须对这个程序拥有执行权限 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 这个SUID就是一个普通用户 执行另外一个程序的时候 他能获得什么样的权限 所以执行这个命令的普通用户 当然要对这个执行程序 对这个命令或者说二进制程序 他必须拥有这个执行权限 才有意义 否则SUID是没有任何作用 这样两个东西啊 先看我们后面来解释 那么SUID是干嘛的呢 那我们就说啊 命令的执行者 一般来讲是普通用户 在执行这个程序的时候 如果这个程序拥有SUID权限 那么那么这个用户的执行者 也就是这个命令的执行者 也就是普通用户在执行这个程序的时候 获得这个程序文件的属主的身份 哇塞好像不是太好理解啊 那我们这么说吧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灵魂附体 本来我是普通用户A 我去执行某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的所有者是root人 那么如果这个命令拥有SUID权限 那么AA用户去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 他就会灵魂附体 变身为root 这是一个变身命令啊 就跟超人一样的 躲到电话前里才能变身 当然那是电话超人 好吧 那就是说这个SUID的功能是什么 任何一个普通用户 在执行拥有SUID的程序的时候 他会暂时性的获得这个文件的所有者的身份 这里说的文件 也就是这个程序的所有者的身份 这样做有意义吗 有 有一些意义 我们再把最后一个看完 再来说啊 再来举例 我们再来看 最后一个是说 这个SUID啊 这个普通用户啊 临时获得了这个身份 灵魂父亲得到这个身份 只在这个程序执行的过程当中生效 一旦程序终止 这个身份也马上就会消失 他又回会变成我的普通用户 这有点像奥特曼 奥特曼要想变身为超人 他那个东西东西变完之后 他还有一定时间限制 你不能没完没了的都是奥特曼 那样的话地球早爆炸了 那怎么办 他只能在这一段时间范围之内 什么时间范围 就是你在执行这个程序的这一段时间之内 变身为所有者 程序一旦执行终止 你的身份也马上变回 好了 为什么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简直是很奇怪 那这里我们说 最常见的就是password名 我们先看一下password名 我们先查询一下 where is password在哪 password是在userbin下的password 那我们来看看userbin下的 这个password的可执行程序的权限 大家会发现 我们的普通权限只有读写执行 但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s 那我们就说 其实我们这里讲的什么suid 指的就是在这个文件的所有者范围之内 拥有s权限 sjit sjid 看u就是user的意思 这就是gopro的意思 他指的就是在文件的所属组的这个权限内 拥有了s权限 就是sjit 那这个sbid呢 也就是stickit bit呢 指的就是 如果在其他人的这个权限范围内 这里拥有了s 那就是sjit 那我们先来看啊 这里是明显的是在所有者的执行权限位置 变成了s 证明 这个password的命令 拥有suid权限 那为什么要有这个权限 很简单 我们的普通用户是可以改自己的密码 我们大家已经知道 我们真正的密码实际上是写入了etc下的shadow这个文件当中 但是shadow文件的权限是000啊 普通用户不要说往里写 连看都看不了 那他既然可以更改自己的密码 他最终实际上一定是写入了这个文件 那普通用户明明对他没有权限 怎么可能写入这个文件呢 那就是因为passwd这条命令的作用 那也就是说 当普通用户执行password的命令的时候 因为password的命令拥有suid权限 那么任何一个普通用户在执行这条命令的时候 他都会暂时性的获得这个文件的所有者的权限 那也就是说普通用户在执行password的命令的时候 系统没有把他当成普通用户来对待 而把他当成了穿了超人外衣 或者说穿了root外衣的这样一个超级用户来对待 那这个时候超级用户是对shadow文件拥有任何权限的 我们说过虽然shadow文件的权限是零 什么都没有 但是这个权限对超级用户来讲是没有意义的 超级用户对他可以拥有读写执行的权限 那这就是为什么拥有suid权限的作用 那我们系统当中 默认情况下 这个password是拥有suid的 也就是这里 但是呢 其他的命令 比如说cat命令 是没有suid权限的 所以呢 如果我要用cat命令来去查看shadow这个文件的命令 普通用户啊 普通用户用cat命令来查看 他的内容 或者用课验也是一样的 他会报错 权限不足 但是我如果是用password来修改密码的方式 修改这个权的文件 因为 因为password的命令拥有了suid 所以他会暂时性的升级为入统语 还是不太好理解 画个图 有这样一个用户 假设这个 哎 这个图标还是挺萌的啊 有这样一个lamp用户 他想操作shadow这个文件 那这个文件 他总得用命令来操作文件 哎 这个东西很好理解 我们在Windows当中也不能直接操作文件 要想打开文件 是不是得用这个编辑器 要想执行文件 是不是就得用他的执行文件 叫这个执行的命令的这个程序格式来运行 那如果我想操作这个文件 那么 我有几种方法 一种是利用password的命令 来更改我自己的密码 来修改他的这个内容 因为password的命令 大家看拥有了s这个suit群情 所以呢 用户在执行password的时候 他会灵魂附解 变成这个文件的所有者 暂时性的变成入团 所以可以修改自己的密码 并把自己的密码修改结果写入这个文件 但是如果利用其他没有suit权限的命令 比如说cat 这个命令 他去修改这个文件 他的用户身份还是lap用户本身 而没有变成入团 所以lap用户对这个文件 当然没有权限 所以就会报错 这就是suit的作用 回过头 看一下 说 只有对能够执行的二进制程序 设定suit 我们说了suit的作用是 普通用户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 他暂时性的获得这个命令 所有者的身份 那如果是一个不能执行的普通文件 给他设了suit 这是没有利益 所以只能给能够执行的这个程序 付suit 这是第一个 注意要件 第二个是 我的普通用户 对这个程序 必须得有执行权限 那就说 来 我们看这里 password的权限是 超级用户 管理 所有者是读写执行 同时还拥有suid 所属组和其他人都是读和执行 换句话说 Live用户 他规划在了其他人这个范围之内 但是其他人是有执行权限的 所以Live用户才能调用 password的这个命令 这就是 这个第二条 这个注意事项的作用 命令的执行者 必须对这个程序 拥有执行权限 那 第三个就是说了 命令的执行者 一般就是普通用户 在执行这个程序的时候 会灵魂附体 暂时性的变成 这个文件的所有者 身份就变了 第四个是说 这个身份的改变 只在这个命令的执行过程当中的效果 这就是SUID的作用 好了 我们知道了它的作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该如何设定SUID 其实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是用数字 是用数字 那我们说啊 其实前面我们只见了755这样三个数 其中第一个数 第一个数 代表所有者 第二个数 代表所属组的权限 第三个数 代表其他人的权限 那么权限这样写 其实没有写完整 当时我们因为没有讲这种特殊权限 所以呢 我们只讲了三个数 但是我们这个数字 其实是可以在前面再加一个数 也就是说会变成4755 或者是4777 或者是4644 这这个4就代表SUID 也就是说给用户赋予S这个绵组位 那相应的如果这块是2呢 也就是说我写2755 实际上就是给这个文件赋予SJID 也就是组的S年组位 那如果是1呢 哎 大家可能就想到了 这是赋予SBIT 那如果我要写的是7755 它就指这个文件 SUID也有 SJID也有 SBIT 当然这样做是没有意义 因为这三个啊 SUID SJIT SBIT 它针对的操作对象是不一样的 那么剩余的这两个内容 我们下面的课程再讲 今天我们就说它 那也就是说我可以用圈之木的改变权限的方式 直接在前面写475的方式设定SUID 当然我说了 SUID其实就相当于用户拥有S权限 那我当然也可以用U加S权限的方式 给某一个文件赋予SUID权限 那我们试试 我们试试 在这里我们有这样几个临时文件 或者说我手工创建一个文件 ABC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ABC的默认权限是 644 那如果我要给这个文件赋予SUID 我就可以这样 4755ABC 回撤 大家就会发现 ABC权限的 这个所有者的执行位 变成了S 它拥有了SUID权限 就跟Paswell的一样 当然这个文件是个空文件 里面没有任何可执行程序 它如果有任何的可执行代码 不管是12程序还是二进队程序 它都可以干嘛 在执行这个程序的同时 获得U加S权 那还有一件事 小心 这个文件的默认权限 其实是644 那我如何把这个权限去掉呢 SUID的权限呢 很简单 直接用SUID 把权限指回来就行 不要去写4755 直接就写755 或者是用U减的方式 把它就去掉了 那也就是说 我只要写644 然后加ABC 加文件名 再去查 这个文件的权限 就会恢复下 那如果负呢 还要给它加入权限呢 那我们就是U加S 然后呢 ABC 这个时候 大家会发现 有一点小问题 这个S 跟我刚刚负的这个S 不太一样 前面是小写的S 后面是大写的S 原因很简单 大写的S 其实是报错 证明这个权限不能运行 为什么报错 回过头看翻证片 前面咱们有一个前提条件 用户必须对这个文件拥有执行权限 SUID才有作用 那么现在来看 这个文件的权限是644 我在644之上加了一个S 任何人对这个文件都没有真权限 所以这个时候 给它赋予的SUID 不光是SUID 我们后面的SGID 也是一样的 它都没有任何作用 所以 系统用大S的方式 报警 告诉我 这种的SUID 它是不能正确执行的 所以啊 还是这句话 我们这里写了 这四个的注意事项 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我只有对这个文件 有执行权限 赋予SUID 才是有作用 而且你要小心 只能给可以执行的二精致文件 或者说可以执行的可执行程序 赋予SUID才是有作用的 我们给一个空文件付了SUID 它是不能运行的 那这个时候 这个作用 SUID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啊 这两个注意事项 第一个 必须给可执行程序 才能赋予 第二个 用户必须对它有真权限 好了 那这就是我们说了设定SUID的方法和取消SUID的方法 都不难 其实命令不难 关键是这个理解不太好 那我们说系统默认有一些SUID程序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不允许用户设定SUID的其他程序 也就是说系统默认有的这些SUID命令 像password的 这是迫不得已 它其实已经非常危险了 如果我 如果还要手工去设一些SUID的这个命令 如果我万一设错了 设定错了 就会带来一些沾沾性的部份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超哥举个例子 我们给VR 赋予SUID的事情 注意 我们的超级用户是可以选择 我使用的是VI还是VI 我如果要用VI 我就是VI后面加文件名 ETC下的password 如果要用VM 就是VM来加password 但是这是超级用户的特权 啥意思 普通用户默认使用的全都是VM 所以我如果要想给VI设置SUID的权限 小心给VI设的没有用 要给VM来设 那么试试啊 我先看看VM在哪 玩意子 讲过了 VM的执行文件是在User并下的VM 我们来看看他的默认权限 User并下的VM 各位 他的默认权限是755 那这个时候我非要给他 我非要给这个家伙给VM 赋予SUID权限 让我们看看 他就会跟刚刚的password一样 用一个危险标志来表示 白色红点 这种标志在理想当中一般表示是错文件 权限过高的文件 或者是危险文件 都知道 但是现在看他已经有了 这样会带来什么危险 我任何一个用户 普通用户 在使用VM的命令的时候 我的身份会变为如同 那也就是说 那也就是说 我切换成任何一个普通用户 让我们看看一下 ETC password 咱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些用户 User1 User3 Lanp1 SC等等吧 里面审查都有 那我随便切换成某一个普通用户 速成 比如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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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SC吧 那 普通用户 本来说 应该对杀的文件 没有权限 对 ETC下的password的命令 只拥有读权限 他是不应该可以修改 这个文件的内容 但是 因为我给VI 付了SV SUID 所以当我去使用VI命令 或者VIM命令 都是一样的 修改这个文件的时候 看啊 我就可以变成root了 那本来这个文件只有官网员可以修改 现在看 我想把我自己变成官网员 看 把我的UID 我只要写成零 然后保存退出 加强制 虽然我对他没有权限 S用户对他确实没有权限 但是因为我给VIM付了SV 付了SUID 所以我在执行他的时候 看保存了吗 保存了吗 所以啊 我们再打开再回去看啊 看 S用户自己把自己变成了超级 可怕吧 不光是这个文件 只要你给VIM付了SUID 只要你给VIM付了SUID 给VIM付了SUID 那么普通用户就可以利用 VIM这个名称 VIM名称 修改所有的系统文件 不光是用户密码文件 还有什么 比如说系统的启动文件 系统的这种自动挂伞文件 可以随随便便的把你系统直接搞崩溃 好怕吧 所以啊 大家小心 我把这个实验改回来啊 要不然我自己两天 自己就忘了 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先退回来 然后呢 我把我的 这个SUID权限改回来 就是并下的VIM 改回来 看一眼 就是并下的VIM 改回来 然后呢 把刚刚的SC用户 这个所有的权限 改回来 504 好了 全都改回来 这种权限啊 非常危险 所以我们说 危险的SET 大家需要注意一些事情 我们要严格控制写权限 根目录 和优色目录 ETC目录 呃 还有一些 比如说 这个 呃 利部目录 这样的目录 都应该严格控制写权限 比如说 普通用户 对他不能拥有上根权限 这里指的 不是SUID权限 指的是普通的写权限啊 其次呢 用户的密码 要严格遵守密码三原则 为啥 你万一入他的密码被人到了 那你是个SUID都不用了 对不对 其次呢 我们应该检测出来 系统当中 默认拥有的SUID文件 啥意思 我们要定期的扫描这些系统 扫描整个系统 如果发现 除了这些文件之外 还有其他文件出现了SUID 这一定是一个非常不安全的一个举措 我们要把它改回来 也就是说 我应该把系统当中 默认拥有SUID的文件 做一个备案 把它记下来 然后定区的去查系统当中 除了这些文件之外 还有没有出现新的SUID 如果有 都是不安全的 全都应该改回来 当然 这样的扫描 手工来做 非常讨厌 也很困难 那没关系 我们可以去写一个sire程序 让系统自动来制作 只是sire程序 我们还没有讲 那等我们讲完sire编程 再来说就是 当然 大家如果去看 新说Linux的话 书上在这一段 我其实是把这个程序 放在了书里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事先去看 也是可以了 在书上去看 好了 SUID 我们就说到了真的 我们解释了 SUID的作用 它的作用是 普通用户 在执行 拥有SUID的程序的时候 他会暂时的 获得这个程序的 所有者的身份 其次 我们讲了 如何设定SUID权限 和取消SUID权限 接下来呢 我们告诉大家 SUID其实是一个 非常不安全的 这样一个命令 除了系统默认 拥有了这些SUID命令之外 我们尽量 不要给自己 给其他的程序 赋予SUID 而且我们还要 尽其扫描 保证系统当中 除了默认的SUID程序之外 不会产生更多的SUID程序 好了 这节课就是这样 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 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 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 西车Linux微信公认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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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